Hello,大家好,我是馬友 Hi,我是Admas 很開心,找到姐姐一起來 聊一聊Bully的問題 如果想看,就繼續看吧 去吧 原來香港差不多有三成 差不多四成的小學生 是有經歷過欺凌的事情 還有15%是暴力的認識 可能有幾%的人是想過要自殺的 這是很需要關注的事情 每個人都會成長過程 可能你會目擊到自己親身有經歷過面 其實怎樣是欺凌呢 剛剛不是說不只是暴力 其實有時候可能是言語攻擊 可能是侮辱你 或者被人背過排斥 避免你 那些有權力的一方 好像對弱勢的一方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其實也是欺凌的一種 可能你們都會覺得 可能你們都會覺得 這樣也算欺凌 因為對我來說是一個很不開心的 小學生說我很安靜 我是很怕上學 因為我很怕上學 沒有人跟我說話 那人沒有什麼朋友 有時候有些空餘時間 然後一群人都會偽偽偽一起玩 然後沒有人邀請我 然後我又不敢說 可不可以電話一起玩 然後我就站在旁邊不發聲 我看著他們 然後有一個同學就說 你經常都不發聲 你是不是咬咬的 然後你站在做什麼 這樣很簡單的說話 但是這個很大的傷口 很想哭 我整個小學生涯裡面 其實每天我都很怕上學 有時候我會特地炸餅 中一的時候 那時候是MSN 跟他聊天 然後那個女生就覺得我冒犯了他 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他就叫了當時的男朋友 在MSN裡罵我 我覺得小鹿姓中一 然後他那個男朋友 就拿我小時候的照片 去把它刮花 他有誰來你的照片呢 那時候的Facebook 他拿了照片 然後刮花 然後上面寫粗口 當時我只是小鹿 真的 超小 我是覺得那天要跌下來 你不可以去幫那些傷害 你習慣測量有多大的傷害 不要說我暴力才是最大的傷害 因為傷害這個東西 其實是沒有分大小 你是傷害了那個人 就是傷害了那個人 這些欺凌的東西 可以對一個人造成很大的童年陰影 之後上學有沒有再面對那個同學 其實很害怕 他也很害怕 很生氣 但我又不知道可以怎樣 我不敢跟爸爸媽媽說 真的要擔心 其實應該很多人有面對過這些事情 但他們都會藏在心裡面 之後長大之後有沒有見過他 有 我們一直都是跟一個中學一起 沒有 我們沒有說過話 到現在都沒有說話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他不喜歡我 就是這樣 現在長大了就覺得 I don't fuck 但是小時候你不會這樣想 就是你會覺得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事 就是可能tating的人 或者我攻擊人的時候 其實是把自己的快樂 緊張在別人的痛苦上 你不會知道對別人的影響有多大 通常被欺負的人 都可能是一些不同的人 我昨天就有個朋友留言 我告訴我 很多學校都會有一兩個 兩三個特殊學生 就是可能是過度患癥 或者是有 閱讀障礙 對 閱讀障礙 會去到一些正常的學校 但是 那個留言給我的朋友 就說 學校是沒有教育班學生 聽 他是特殊的 大家要了解這個世界 很多不同類型的人 沒有這樣教他們 他們就會更加覺得他怪 所以但其實去到這個case 就算不出手去 動手搞他那個人 其實你只坐在那裡 用他這些字發生 因為你漠視其實也是對他在傷害 大家 一來你們 當然是不要做欺凌人 二來就是當你看到 你是真的 你去阻止這件事發生 不要助長他 這個是每個人都需要有的責任 大家是可以網絡欺凌 精神創傷都可以一個很嚴重的創傷 留言的朋友如果他是有些建設性 建設性 就是他可能說你哪裏做得不好 你這裏拍得不夠好 你這裏可以好些 或者有些好好的提議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但有些人真的純粹是想罵 想發洩 雖然說你們是有移民自由 但是你們不可以去abuse這件事 你是學會要去尊重 我看見上網說其實有很多欺凌的人 大部分都可能是他們被人欺負過 或者他們自己有經歷過一些創傷 我覺得是一個循環 是一個惡性循環 雖然可能那班人是網絡欺凌 但是也有原因 我覺得不可以一百百分怪他們 所以會不會是他學會如何在生活上 然後走出來 抽離那個在網上才得到快感的那個 他 我會覺得最好的解決方法 是你真的stand up 或者voice out 因為通常很多被欺凌的人都不敢出聲 其實當你和他正面交方 你要confirm他 就不好 不然你就默默地被他一次又一次欺負你 說這個主題 我那個角度 我是想說 如果你要經歷你是不能避免的 你就要學一下如何舒服一點 還有我想讓大家聽到的時候 我是在陪大家一起去經歷這些事情 你一定不會是唯一一個 可能你是全校唯一一個被欺負得最嚴重的 但你一定不是全世界唯一一個 有時候我看到一些留言 或者有人說我 我可以很厲害的產品看 可能我自己懶著懶著 但你也可以用另一個方法去看 即是跟他分享的時候 你有些自己的經歷去說服別人 嗯 對 或者自己迫使自己 去成為一個更加嬌強的人 我是這樣和自己說的 嗯 即是要學懂如何調整自己的心態 嗯 即是要學懂如何調整自己的心態